徐太監 这个狗贼 我一定要剃手 抬家的那种狗贼 我一定要剃手 就请不能冲动 我已被迫卸甲 如果您再有什么 闪失郑州徐老贼的经济 徐太監目的明确 就是要铲除一击 东陵党派齐早毒手 马兴也被打入大牢 将怀司舰内控连连 廖将军居然也 侯将军 家父昨日预测受伤 请大人过去 有急事相伤 侯将军 贤侄快请坐 请 下去吧 是 大人可知 是何人所为 燕党余孽李源 这是 昨晚刺客逃离时 丢在我房间的 区区一个令牌 并不能证明 就是李源所为 侯将军 侯将军 你与燕党 一向交恶 他们早就把你 视为眼中钉 廖大人和其他大人的遇害 实际上 是一步一步地削弱你的实力 等到实际成熟 你难逃一死啊 哼哼哼 而我一直保持中立 是想维持一种 三足鼎立的态势 故意夹在你们中间 想维持一个平衡 避免你们任何一方 将来得势 会威胁到皇上 毕竟 是老夫扶持皇上 登基称帝的 只是没想到 燕党手段残忍 残害异己 故意制造假乡 以查案为由 一步步骗取皇上的信任 现在连我都要杀掉 难道侯将军 还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兵权 贤侄所言甚是 侯将军 你和李源共同掌管 大明几十万大军 要是你死了 就会是李源一人独占 这只是其一 廖大人掌控的可是金陵城 守备巡防部 他的被杀何人受益 这是其二 若是昨日老夫不幸遇难 那试问 谁来接管皇上的几千御林军 这是其三 侯将军 你仔细想想 不觉得害怕吗 嗯 难道李源 这个混蛋想做第二个无三桂 我不清楚李源的野心有多大 但是危机就在眼前一触即发 侯将军 请助我一臂之力 大人请讲 诛杀李源这个叛徒 诛杀李源 诛杀李源 齐妃等贤之辈 大人准备怎么做 今日如夜 李源出官归来 今日如夜 人心疲惫 我们理应外合 既不可适 侯将军 贤之 我已经计划好了 我自命锦衣卫使前往主宫 李源见锦衣卫使必定放松警惕 侯云书将军即刻领兵 从其后方预期退路 梁下夹击 李源必定伸手一出 李源一出 东厂徐公公便少之一意 我自当把御林军的领军牌 介于侯将军 侯将军带我铁骑直闯公公府 徐公公就插翅南飞了 东厂都督兵多将粮 区区这点兵力何以去胜 贤之所言甚是 侯家军与公公对决时 我自当领马士军旧部 从城门之外攻入 就凭你我三方合力夹击 徐公公能耐再大 也难逃一死 侯将军 贤侄定要保护皇上 我们守护好大明仅有的江山 上次让你侥幸逃脱 本将军没少被人羞辱 今日定当让你伸手异处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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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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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上 下 快去 报告将军 里面空无一人 不好 我们中计了 走